大家好 我是高壽紹 相信大家都知道流馬車的了 如果有人被人形容是流馬車 即是代表那個人都幾瘋狂 以下這個黑人真是好流馬車 黑人版流馬車來 士錦丁 有個黑人KOL 索馬利亞瑞美國人來 為了想吸引人注意 多些觀看次數 賺多些錢 在做些挑釁行為 去日本的時候 在日本地鐵上 不斷說廣島長期 用英文問日本人 知不知道這兩個地方 想表達當年合爆日本這個意思 令日本人不開心 煽動仇恨 然後被地鐵上其他人過來問候他 嚇到他縮了一狗 不敢再說 隔了一會之後 他去第二道挑機聊交喊 又是說那些東西 接著有個日本古惑仔知道他的行為 故意過去攔住他 想動他 嚇到他say sorry 撤後的片沒有了 社交媒體被人停權 潛水 以為他以後不再玩這些東西 怎知又繼續玩這些東西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那這次這個黑人 就不只是被人問候那麼簡單 日本人不忍他 直接動他 嚇到他爬了底 怕到爆炸 不是說玩 日本人真的很生氣 想動爆他 這個黑人也很厲害 可以令到這麼能忍的日本人動他 這麼能忍的日本人也爆發 這個黑人也真是極品 這個黑人流馬車勸他都真是收手 不要再這樣玩下去了 再這樣玩下去 遲早給日本什麼山口組這些搞定 拿來做受喜笑一次 BLM這件事 在日本玩不起的 你猜在美國嗎 在美國 黑人自信 黑人專搞黃總人 開黃總人玩笑 來到亞洲 就不是這樣了 真是不要亂來 想著踩場 亞洲人都不是好東西的 亞洲人 一是很臨線 一是跟你離譜 非常兩極 講開又講 黑人現在大部分這樣 其實都真是多得那些大外左派人士 在不斷大外 什麼都包容 搞到他們得寸盡尺 在亂來 整治正確 很噁心 如今世界真是不知道什麼世界 極權當到大外泛濫 搞到整個世界前所未有這麼亂 再這樣下去 都真是蠻糟糕 我感覺到 右翼勢力 開超抬頭 將世界平衡回來了 By the way 日本人都總算沒有令我失望 被人踩到上心口 沒說繼續忍 都有反擊 當時看到一些日本人鬥陰壽司狼亂場 我以為日本人玩完了 然而不是的 那些是一部分 日本加油 遇到任何挑釁行為 真是不好忍 要像日本人那樣 直接還擊 這樣才是正確 有些人是給顏色看看 這樣才行 經過我的觀察 我發現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欺善怕惡 在外國 為什麼黑人專搞黃種人 不是搞白人呢 因為黃種人好欺負嘛 很多都不會還擊 有些黑人這樣搞 而白人 不是跟你說玩 你搞他 他真是會動你 所以不想那麼容易成為被人搞的對象 真是要好好武裝自己 對付惡人 要比他更加惡